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不是 我们是一个户外节目 是一个射箭节目 我们今天当然是玩射箭的 那为什么要带篮球来呢 当然是把它作为标靶了 这么大一个篮球我专门买来 新的 只为了用箭射它 你们信不信 花了我六十多块钱呢 行了 我们今天要设的是复合弓 在我后背呢 这把顶点TS350 在家里已经躺了很多天了 今天第一次拿到户外来 所以今天我们要试一下远距离的设计 效果怎么样 目标就是这个篮球 这篮球执进多少呢 我也不知道没玩篮球 如果玩篮球的应该这个篮球执进多少 应该知道我猜是 三十公分 二十多公分吧 行了 来看看我们今天带来的顶点TS350复合弓 见识一下真面目 在之前的视频我们已经玩过这东西在室内 这个弓的精准度 我第一次玩复合弓啊 感觉复合弓的精准度确实不可小事 相当精准 反正在十米内是可以设硬币的 但是今天我要至少要在三十米外设计 这个篮球 我觉得问题应该不会很大 刚才稍微进行了要适应 适应秒点训练 所以应该没有大问题 这就是我们顶点TS350了 这把弓全套花了我接近四千块钱 但裸弓是两千九百八十元 来看看这就是顶点TS350 今天我要在三十米外设篮球 复合弓的威力和精度都会大很多 当然要使用杀放器 徒手拉也可以拉 但是不建议徒手拉 因为徒手拉放箭会把轮子 据说会让弓脱离这个轮子很危险 所以我们要使用专用的杀放器 就是这玩意 废话不多说了 现在我们把篮球摆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在三十米以外设计它 我捡了一个油桶 本来可以先用键试试设这个油桶 应该也蛮好玩的 不过我们现在把篮球摆在油桶上面 应该不行 有点松 我要固定一下 哎呦 拖一个洞 固定在上面 那就好多了 这样这个篮球应该固定住了吧 好 朋友们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三十米外 可以远远的看着这个篮球很远 三十米外距离算是比较远的了 对于美洲猎工来说 三十米外设计这个篮球是有难度的 但是副工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们先来试试吧 开始吧 第一件没射中 射中了油桶 低了点 要抬高一点 哦 射中了 倒了 我得去把它扶起来 好了 扶起来了 我们继续哈 哇 每射一下就倒啊 跑都跑累死我了 每射一件它都倒 我现在压了快十路 那里应该是没问题了 三件已经中了两件 第一件是中到了油桶 继续射 喘口气 跑来跑去 这件没中 中了好多件了 已经 继续吧 我们这次把距离拉近 基本上都中 很远的距离哦 好 我们去看看 好 我们去看看 对呀 水 哇 来看看我们的成果 一共设了12件 中了10件 有一件跑到地上来了 这一件托把 这一件托把了 然后还有一件中了油桶 哇 看个油桶 这边不是箭尾 这边是箭头 从这边穿出来 箭尾还在桶里面 可以看见这个箭尾也在里面 而且这个箭尾应该已经废掉了 废掉了 没用了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篮球吧 哇 简直变成了一个刺猬 可以看见这个箭是各个方向射过来 那是因为在射的过程中 球发生抖动 方向变化 每摔一次它会产生很大的晃动 所以看起来是各个方向射过来的 基本上每一箭都是对穿 每一箭都是对穿 看到吗 哇 还有一箭爆掉了 我的天呐 看见了吗 看见这里了没有 又损失一只箭 看见了吗 看在这里吗 一根箭把另一根箭给劈开了 可恶 要知道这个箭 一只要十七八块钱呢 虽然是很差的箭 但要十七十八块钱 大概十七块钱一只 又废了一只箭 今天废了两只箭 出来玩一次就废了两只箭 看来玩这个附和弓还是挺烧钱的 不过你要是在专用场域设把的话 一般图线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行了 我现在把它全部拔出来 哇 还挺难拔的呀 不对吧 这篮球怎么这么难拔 比拔再 哇 那我这么做箭不会全部废掉了吧 我得试试看 有这么难拔吗 哎呦 哇 这密封箭还挺强的 拔出箭它才开始漏气 我刚才感觉这个篮球还是鼓鼓的 一点气都没漏 是不是篮球的材料也是蛮好的 刚刚把箭拔出来就开始漏气 看到吗 现在开始憋了 哎呦 不会 箭很难拔呀 哇 好了 现在可以了 气放点就可以了 哎呦